大半夜男子不睡觉在棋楼徘徊 趁店家打烟后转开水龙头 眼睁睁看着水溢出水桶 从棋楼蔓延到马路上 接着直接走人 隔店店家开门做生意 看到水流不停 路面成了小河 气得调阅监视器 找出谁在恶作剧 我没跟我讲说 我们水龙头被人家打开 整排都被人家打开 请他来帮我们关 水龙头莫名被人打开 漏水漏整晚 受害店家还不止一间 18地点就在新北市五谷民一路 一段 两旁有机车行 小吃店 理发厅 一次都遇上这名男子恶搞 这名男子年约60岁 户籍地在台北市 却经常到五谷这一带出没 平常就会向附近店家借钱 遭到拒绝后 店家设在户外的水龙头 就会在半夜被人打开 怀疑是男子侠愿报复 但小小一个动作 恐怕已经违反社维法 滋绕公司行号 可处三日以下居留 或一万两千元以下罚还 未经同意释放他人物品 也可处三千元以下罚还 男子他因为把这个水浪费掉 那导致呢 这个店家额外增加的水费 以及可能要做清理打扫动作 这些额外的支出 也可以跟这个男子 来做一个民事求偿 男子特征明显 刘平头走路一搏一搏 身份已经被警方锁定 受害店家提高警觉 打烊前把水龙头钥匙拔走 或是家庄锁 不让男子再有机会找麻烦 TVB的新闻王金融检约席新北市报道